全油管最快新闻,今年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中实地调研,为广大党员干不上了生动的党课,推动了主题教育的深入开展。 他强调实实在在抓好理论学习和调查研究,实实在在检视整改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办好惠民立民时事。 习近平总书记通过深入调研,关注农村特色产业发展,绿色工业,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引领广大党员干部用好船家宝,掌握实情,推动中国是现代化,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在主题教育中,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以钉钉字精神抓落时,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让人民群众看到成效。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晓天下事。